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有粉丝推荐的美国恐怖电影《关灯后》 电影从纺织场开始 保罗在和儿子马丁开视频的时候得知 自己的妻子索菲精神又不正常了 保罗表示自己会在一个小时后回家 画面转到保罗的员工小胖 小胖在整理东西时 偶然在杂物房看到了一个影子 但是开灯后又什么都没有发现 关灯后又看到了那个影子 连续几次后 那个影子离小胖越来越近 小胖立刻吓得和保罗说自己要回家 保罗也同意了 小胖离开后不久 保罗也拿起衣服准备回家 当然也在走廊里发现了那个影子 就在保罗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被影子划伤了腿 同时也发现那个影子怕光 于是保罗快速跑到值班时 拿起棒球棒来保护自己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卵用 那个影子把所有的灯光关掉后 就对保罗实行了袭击 等到保罗再次出现 已经满是伤痕了 差不多已经要歇菜了 电影正式开始 女主和长发男做过不可描述的事情后 女主就把长发男赶走了 接着镜头转向一排排的照片 原来女主是马丁的姐姐 保罗则是女主的继父 画面转到马丁家里 就在马丁准备睡觉的时候 突然听到索菲像是在和什么人聊天 于是马丁决定去看看 但是却被马妃劝回去睡觉 就在马丁准备离开时 突然看到了母亲房间里的那个黑色影子 也就是杀了保罗的那个影子 马丁急忙跑回了卧室 赞战心惊的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 女主就接到了儿童保护中心 黑妹子的电话 因为马丁已经是在这周第三次在课堂上睡着了 当黑妹子问女主马丁的情况时 女主却说自己并不知情 因为马丁一直是和索菲住在一起的 黑妹子从女主口中得知 索菲一直在服用抗抑郁的药物 当女主确定马丁没什么事的时候 就准备带着马丁回家了 等回到家门口的时候 马丁突然祈求女主想在女主家里借住一宿 女主答应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 女主从马丁的口里得知有戴安娜这个人 而女主也表示 自己小时候也有梦到过这个人 随后就带着马丁回家里收拾东西 顺便和母亲打了个招呼 但是母亲却不想让女主带走马丁 女主也没有在母亲的祈求上心软 直接带着马丁离开了家 回到女主家后 女主就受到了长发男的指责 长发男认为女主将马丁带回来 就是惩罚索菲 让索菲一个人孤独的在家 但是女主不以为然的让长发男离开了 晚上女主为马丁做好夜宵后 就安排马丁睡了 当女主半夜醒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马丁居然不见了 随着外面的迷红灯 女主发现了趴在地上的一个黑色影子 女主以为是马丁 正准备开灯的时候 发现灯坏了 随着迷红灯亮起 黑色的影子突然不见了 迷红灯熄灭后 影子又出现了 女主感到很是奇怪 正准备看个究竟的时候 那黑色的影子突然朝女主扑了过来 还好迷红灯及时亮起 将女主救下 经过一番寻找 女主在浴室发现了马丁 第二天黑妹子找上了女主 并向女主说 索菲并没有得抑郁症 脑子清醒的很 随后黑妹子就将马丁带走了 两人走后 女主在地板下 发现了戴安娜的名字 记忆回到了小时候 女主在家画画时 突然听到背后有什么声音 再转头过来 发现自己的画不见了 然后就听到有声音 从衣柜里发出来 就在女主准备打开衣柜的时候 自己的画从里面飘了出来 本来一家三口的画 被涂成了父亲被抹掉 上面加了一个名叫戴安娜的人 画面转回到现实 女主找来了长发男 两人驾车回到了索菲的家里 女主让长发男为自己放风 自己则去楼上 找到了关于戴安娜的一些信息 原来戴安娜和母亲索菲小的时候 曾在一所精神病院 当时戴安娜患有一种剑道光 皮肤就会有灼伤感觉的皮疯病 俗称剑光死 然而就在一次治疗中 戴安娜意外死于电疗 就在女主准备去索菲的房间查看的时候 门突然被关上 影子说了句不想被送走 就开始对女主发起了攻击 直到长发男找到女主后才救了她 也从这里我们可以断定 这影子就是戴安娜 没过多久 索菲就带着马丁回到了家里 索菲答应马丁两个人一起在家 看个电影顺便聊聊天什么的 就在马丁劝索菲要面对自己的恐惧时 索菲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于是直接把灯关掉了 马丁顿时陷入了恐惧之中 这时戴安娜出现 就在戴安娜准备伤害马丁的时候 索菲想要阻止戴安娜 却被打倒在地 而马丁也在打开灯后 离开了家跑到了女主的家 女主让长发男去超市买食物 而自己则在家里 向马丁解释了关于戴安娜的一切信息 然后女主认为只要索菲保持清醒 戴安娜就不会再出现了 但是马丁却说保罗也曾这么做过 但是却被戴安娜给阻止了 这在女主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门突然响了 女主以为是长发男回来了 就去开门 却在无形之中把戴安娜放了进来 还差点把马丁从床底下拉走 女主愤怒了 带着马丁和长发男回到了索菲的家里 准备和索菲谈谈戴安娜的事情 女主告诉索菲戴安娜已经死了 索菲的情绪立刻爆发 这场谈判就这么不欢而散 随后女主劝马丁跟自己回家的时候 马丁拒绝说自己想要陪着索菲 女主笑了笑就答应了 随后女主马丁和长发男 将所有的电灯开关用胶带粘住 以防戴安娜关灯 还点了很多蜡烛 准备了很多手电筒 随后女主将马丁安排睡一下后 就去跟索菲道晚安 在女主准备离开休息的时候 索菲从房子里出来拥抱女主 并塞给了女主一张纸条 索菲进屋后 女主打开纸条 发现竟然是索菲发出的求救信号 但女主一时半会儿 也想不到什么好的办法 只能先去休息 这在钢堂下没多久 家里的灯光除了蜡烛突然全部熄灭 女主慌了 看看旁边熟睡的马丁后 一人带着手电筒去找长发男 但这时长发男也在查看停电的原因 随后女主就去了地下室 发现所有的总闸都被破坏了 这个时候马丁也突然惊醒 发现女主不见了 急忙去找 途中当然避免不了会有戴安娜的牵绊 最终还是在地下室找到了女主 当两人反应过来这是戴安娜的圈套时 发现已经被戴安娜关进了地下室 害怕的两人急忙叫喊着长发男的名字 在长发男准备救两人出来的时候 遇到了戴安娜的袭击 长发男害怕了 直直的跑向了自己的车子 开车离开 这时索菲劝戴安娜不要伤害自己的孩子们 但是戴安娜似乎根本听不进去 就在索菲准备吃药让戴安娜消失的时候 戴安娜将索菲直接扔到了一边 然后索菲晕了过去 这时被关在地下室的女主和马丁 为了保证自己一直处于亮光中 开始将火炬烧了起来 而就在马丁找可以燃烧的材料时 突然发现了荧光棒 于是女主带着荧光棒去其他地方查看 却被地下室满墙的英文和损坏的人磨吓了一跳 就在女主想上去看清楚的时候 戴安娜突然出现 但是荧光棒竟然赶不走戴安娜 就在女主处于危险的时候 马丁带着手电筒及时赶来 将戴安娜给驱赶 但这么做似乎惹恼了戴安娜 她将燃烧的火炉熄灭 两人再次陷入了黑暗中 就在这时候突然听到了警笛的声音 原来长发男并没有逃走 而是去找警察帮忙了 警察进屋后 先是把被困在地下室的女主和马丁救了出来 随后就去查看整个房间 但似乎并没有什么暖用 两个警察在戴安娜面前只是小菜一碟 被戴安娜随随便便的就把警察给杀死了 女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就在这时长发男及时赶来 女主一把将马丁推了出去 自己则回到房间去找索菲 但是刚踏上楼梯的那一刻 戴安娜本想将女主杀死 不料却被女主手中的手电筒烧伤 戴安娜愤怒了 直接将女主从楼上扔了下去 就在戴安娜准备继续伤害女主的时候 索菲出现在戴安娜身后 为了救女主索菲直接自杀 戴安娜也随之消失 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了 警察才赶来处理了这一切 电影随之结束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